2019年是电影的大年 我此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而且在系列作品中 很多系列也走到了一个大的阶段性的终结 比如复仇者联盟4 终结者黑暗命运 权力的游戏最终记等等 而史诗传奇星球大战系列 也在今年走到了最终章 严谨来说叫天行者传奇的最终章 为了更好地迎接星球大战就天行者崛起 我重新爆竿整理全部的星战系列电影作品 一次性为大家进行回顾和解析 当然如果想要看到更详细深入的分析 还可以回看我两年前做的星战全系列 那废话不多说 请搬好你的小板凳 我们一起进入星球大战的宇宙吧 本期内容主要以星战的电影为基础 也就是所谓的狭义星战世界 而广义星战世界 则是包括了星战的漫画 小说 周边影集 动画和游戏等等 这个故事线太过于庞大和复杂 我到时只会点到为止 在进入星战系列故事之前 我们不得不先理清星战宇宙里的一些专业术语和背景 首先是所谓星战世界的背景 那个世界离我们很远 但它们的物理和法理上的运作和我们又很接近 但科技含量比我们高 星战系列在视觉上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能到各个星系领略它们特有的风光 以及当地的奇异的物种 而且星战系列真正做到了细思极恐 大到故事背景 小到每一个战机配配的机器人都做到了极致 帝国和异军的装备也被很多星战迷津津乐道 而星战真正让人着迷的 是它那个世界有着一种神奇的原力现象 这也正是星战最经典的台词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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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战的每一部电影中 都会有这句经典的台词 原力可以说是星战的核心概念 在星战的世界里 有一种神秘力量叫原力 是所有生物创造的一个能量场 原力几乎在每个生命都有体验 只是有些人对原力很敏感 所以他们经过训练之后 可以很好地利用原力 比如天行者 原力就像一把双刃剑 客宽存在没有好坏 只是根据人们的意识 分为了光明和黑暗原力 这也是星战主要提及的两股力量 原力敏感者 可以运用原力实现意念控制 操控心灵 感知未来等等 从原力拉扯出来的使用者或信仰者 则分为了两派 分别是绝地和西斯 他们也是星战作品的正反两派主要人物 绝地并不是一个种族 而是投靠光明原力的团体 以维持宇宙光明势力为己任 西斯则是反过来 是投靠黑暗原力的自由武士 他们相信黑暗带来的原力更强大 关于星战的观影顺序 在1977年的时候 第一部星球大战新希望上映 之后在那几年 分别都上映了帝国反击战 绝地归来 这三部曲从此也打开了 星战世界的大门 他们后来也成为了 星战故事主轴的第四 第五第六部 成为星战正传三部曲 在1999年之后的那几年 上映的分别是 幽灵的威胁 克隆人的进攻 西斯的复仇 这三部是星战故事主轴的 第一第二第三部 成为了星战前传三部曲 到了2015年 星球大战系列继续开发 分别有了 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 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 还有准备上映的 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 这三部曲被称为 星战后传三部曲 这九部星战作品 统称为星球大战的 天行者传奇系列 所以今年上映的 星战9天行者崛起 虽然官宣是最终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 星战系列以后就没有作品了 可能之后的星战作品 不会围绕着 卢克为代表的 天行者家族铺写下去 期间星战9还开发了 两部外传作品 分别是 《侠盗一号》和游侠索罗 在这里我也会打包 简单的去聊一聊 为了让大家更通俗易懂的 了解星战的故事 我接下来会按照 时间正序去解说 也就是从1999年的 幽灵的威胁开始 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 星战正题吧 幽灵的威胁故事的时间背景 当时是银河共和国掌管星际 但与此同时 共和国已经内容万万 遥遥欲坠 影片开始就是一个 星际间的贸易争端 绝地大师奎刚精和学徒欧比旺 被秘密派去和叛乱的贸易联盟谈判 而贸易联盟勾结了西斯的组织 想杀掉这两位绝地武士 并入侵那部星球 绑架那部星女王 但奎刚精和欧比旺 杀出了一条血路 逃到了那部星球 打算前去解救被绑架的那部星女王 并护送女王前去银河共和国 游说议会解救那部星球 在此过程中 他们就经历了很多突发事件 奎刚精和欧比旺到那部星后 先遇到了当地人嘉嘉宾 通过了他的帮助 才借到了交通工具 到达那部王国解救女王 影片也从中展示了一些 那部星球的水底世界 以及嘉嘉宾所属的海底王国 他们解救被绑架出来的那部女王之后 逃出那部星球的包围圈时 R2D2及时维修飞船突出重围 得到了女王的褒奖 这也算是R2D2的一个源起的事件了 之后的星战都少不了R2D2的影子 在去往银河共和国途中 飞船受损严重 不得不先飞到沙漠星球塔图因 去寻找更换飞船的零件 也就是在塔图因星球 奎刚精一眼就看中了 孩童时机的安娜精 安娜精身上散发着天行者的潜力 是很好运用原力的绝地武士的苗子 同时安娜精也非常聪明 造出了之后和R2D2的好搭档C3PO 但当时安娜精还是努力身份 奎刚精决定用比赛 来换安娜精的自由身和零件 并打算收孩童的安娜精为图 在这场飞船比赛中 安娜精也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天赋 成功赢得了比赛 和奎刚精一起前往银河共和国 银河共和国的星球科洛桑 也是绝地武士团的总部 他们的首领尤达大师 能感知安娜精对强大原力的控制 但同时也能感知他心中的愤怒恐惧 尤达大师认为安娜精的未来 深不可测乌云密布 最后纠结了一番 还是不能同意安娜精 接受绝地武士的训练 而奎刚精却认为 安娜精是命中注定 他可以把原力带向平衡 毁灭西斯 在异常不了了之的修图辩论之后 他们重新回到了纳布星球 因为银河共和国的政治谈判失败 议会也根本没有为纳布星 带来和平解决的办法 只能依靠纳布人自己对抗机器人军团 于是女王只好回到纳布星 自己组织反抗 在决战的时候 分为地面战役和空中战役 地面战役主要由加加兵族群 和机器人军团为主参场 场面可谓是气势辉煌 不过最特别的 当然是奎刚精和欧比旺大战西斯武士 达斯摩尔的光剑对决 达斯摩尔当时到底还是身强体装 奎刚精稍微逊色不敌达斯摩尔被刺死 这也激起了欧比旺更强的斗志 最后腰斩了达斯摩尔 在奎刚精咽气前 奎刚精嘱咐欧比旺收安娜精为徒 至此 安娜精正式成为欧比旺的学徒 加入了绝地武士团 在空中战场 取胜的光剑自然落在了安娜精身上 他第一次乘坐战机 配合着R2D2 直接打入敌人战舰内部 摧毁了战舰 从而让地面的机器人失去了连接 赢得了那部星球的胜利 幽灵的威胁问世于1999年 那时的电影工业非常痴迷于3D CGI技术 所以影片中也大量使用了建模CGI技术 但今天来看的话 一部电影过多的依赖特效后期 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的观影习惯 会明显感觉到之前的特效技术的弊病 比如这部幽灵的威胁 由于过度依赖CGI技术 从而导致一些特效场面缺少了真实感 在剧情上 前传三部曲主要讲述的焦点人物 就放在了安娜精身上 最大的看点 也是让我们了解安娜精是如何一步步从光明走向黑暗 最终变成了不可一世的达斯伟达 幽灵的威胁里 我们初步认识了安娜精的身世 还有她的聪明 以及厉害的感知原力的天赋 在接下来的星球大战R 克隆人的进攻中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安娜精的成年 克隆人的进攻故事背景发生在 纳布辛打退机器人军团多年后 迎合共和国自己的管理也越来越动荡 数千个星系开始布满共和国议会 想要脱离共和国独立 而这场分离的主导者 是共和国议会中的成员杜库伯爵 她是前绝地武士大师 早年师承于尤达大师 还是奎刚精的师父 之后从绝地武士团脱离 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她如今暗地里是一名西斯 黑暗原力的倡导者 影片一开始 安娜精已经成为了一个英俊的少年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训练 安娜精已经有了丰富的绝地打斗经验 以及对原力成熟的应用 多年后 纳布女王再次来到共和国首都星球开会 结果遭到暗客刺杀 于是绝地武士团指派了欧比王和安娜精 保护女王 安娜精也终于又和女王见面了 曾经孩童时节的安娜精 第一眼见到女王的时候 就动用了自己的撩妹的天赋 而此时安娜精的撩妹技能 也和格斗技术一样成指数型增长 一见到女王就强撩不停 甚至动得第一次见面就出现尬撩不断 在他们的保护过程中 女王果然再次遭到了暗杀 安娜精和欧比王在抓捕刺客的过程中 安娜精也开始展露青少年叛逆的一面 总是时不时的违背师傅欧比王的决定 玩起了各种飞车炫技 安娜精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 渐渐让欧比王难以控制安娜精的疯狂成长 这也预示了之前尤打大师说的 安娜精有不可控的未来 当然这些表层叛逆 还不足以让安娜精往黑暗面投靠 之后欧比王决定去查出幕后黑手 而为了女王的安全 安娜精护送女王一起回到那部星球 两人也渐渐开始产生了情愫 但也就在这时 安娜精的原力感知再一次得到突破 他梦见了自己的母亲在坦图音奄奄一息 他带着担忧和女王一起飞到坦图音 去解救自己的母亲 可惜为时已晚 安娜精的母亲最后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安娜精由此伤心转为愤怒 杀光了整个城寨的人 不管是那里的盗贼还是他们的家卷 这也是安娜精从光明转向黑暗面悲剧的第一部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重新来看看绝地武士的教条 第一条就是 无需激情 平静心智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西斯信条的第一句 和平是谎言 唯有欲念存 安娜精首先就打破了绝地武士团的第一条戒律 让自己的愤怒随意释放 转而不知不觉投靠了西斯的第一个信条的内容 另外安娜精和女王之间的爱情 同时也打破了绝地武士教条中的物纵情欲 沉浸民意 安娜精向原力黑暗面的靠拢 基本都是打破了绝地武士团的教条 不知不觉向西斯信条靠拢 在故事的另一条线 欧比网追踪到了一位叫詹哥费特的赏金猎人 之后欧比网根据这一条线索 前往一颗没有被系统标注的卡米诺星球 这个星球存在着高度复制科技文明 正在打造一个庞大的复制人军团 而这些复制人的基因正是来自于费特这位赏金猎人 欧比网在了解克隆军团属于银河共和国 属于绝地武士团控制范围内时 也也之间成为军团首领 内心应该很窃喜吧 欧比网离开克隆星球之后 继续跟踪赏金猎人费特 来到西斯帝国军团的基奥诺星球 发现他们正在研制大规模机器人 而且他们的领导人其中就是杜库伯爵 欧比网本想把消息发回总部 但距离太远 只能发给在坦涂音的安纳金 安纳金收到欧比网的求救后 和总部取得了联系 想让总部批准他前往基奥诺星 检救欧比网 而以大局为重的绝地武士团却拒绝了 绝地武士团的这个决定 第一次开始让安纳金对绝地武士团失望 从安纳金的角度出发 欧比网是安纳金的师父 也算是半个亲人 而刚经历来不及救母亲的安纳金 得知欧比网有危险 一定是不愿意再次错过救人机会的 于是安纳金和纳布女王 还是决定冒险去营救欧比网 但由于寡不敌众 他们三人都被西斯机器人军团俘虏 就在他们要被当作食物为怪物时 犹大大师带着克隆人军队 和绝地武士团及时赶到解救了他们 并和西斯军队军团展开了 新战史上最出名的战役之一 克隆人战争 这场克隆人战争场面豪大 黄色和阴云密布的气候 营造了史诗感 但依然有电脑三维特级的不真实感 甚至那些克隆军团的人 明明可以用真人来演绎 却非要用三维CGI 所以这次战役的某些段落 还是会有看到游戏中场特效片段的错觉 关于克隆人战争 在这多补充几句 克隆人战争是新战系列 很大规模的一次战役 参战方是迎合共和国的复制人军团 对战西迪俄斯为首的独立新系联邦 这场战役打了三年 从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由于电影失常 只是展现了克隆人战争的开端 如果小伙伴想了解 可以去看2008年拍摄的一部动画电影 名字就叫做星球大战克隆人战争 剧情主要就发生在前传三部曲 克隆人的进攻和西斯的复仇之间的故事 填补了历史三年 克隆人战争期间的一些事情 此外 动画美剧从2008年开始 发布了克隆人战争剧集 总共有6G122集 同样讲述了克隆人战争期间的延伸性故事 好 那我们说回这部电影 最后决战 自然少不了经典的光卷对决部分 前方那说 欧比旺和安纳金对决杜库 结果欧比旺先败下战来 之后是安纳金上 一样不敌杜库 还被削了右手 这才引出了尤达大师的出场 这也是首次尤达大师挥舞着光剑和杜库对决 但尤达大师因为是电脑CGI 所以和真人对决的那种韵律感还是出不来 虽然看起来很带劲 但还是没有能成为经典的光剑对决 最后尤达大师和杜库打了个平手 杜库逃掉 克隆人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迎合共和国有强大数量众多的克隆人风暴兵 但共和国的权力内部却正在被黑暗力量慢慢吞噬 安纳金和女王在纳布星球也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举行了婚礼 克隆人进攻这部电影 所有人物的转变都并不大 安纳金这时也始终是跟随欧比旺和决定武术团的 但我们也能看到安纳金的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沉不住气 有些年轻过剩 也正因为如此 安纳金也越来越不在受控范围内 这次影片更多的焦点是放在了银河共和国被分裂的事件上 克隆人军团的出现 黑暗势力的入侵 都加剧了共和国和整个星系未来的不确定性 克隆人的战争进入到第三年 机身军团绑架了最高议长帕尔帕廷 欧比旺和安纳金前去于营救 在营救途中他们再次遇到了杜库伯爵 而这一次杜库成了安纳金的手下败将 最后在议长的命令下 安纳金斩首了杜库 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议长帕尔帕廷其实就是西底二斯 他有一系列的暗黑计划 例如瓦解议会之走向独裁 诱惑安纳金走向黑暗面 摧毁绝地武士团等等 西斯的复仇的重头戏 则是安纳金彻底由光明投向了黑暗面 安纳金解解完帕尔帕廷后 在某日梦中遇见未来 梦到了女王也就是自己的太太在分娩中死去 而此时女王又正好怀孕 一切的巧合让安纳金十分担忧 因为他之前遇见母亲死亡的梦 就让他觉得未来结局无法改变 而他又无法承受再一次失去一个爱的人 这个时候安纳金第一想到的就是找尤达大师 从这个举动来说 他还是心系绝地武士团的 可问题也就在这里开始 尤达大师依然用了一整套绝地武士团的教条 去解释生命无畏论 但对于一个感情丰富 曾经经历丧母之痛的安纳金来说 未免也太难消化了 比如尤达大师对他说 阿纳金梦到的是他老婆难缠 尤达大师却说出了死亡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 这未免也太虚了 而且还要不忧伤不想念 甚至还要感到欣喜 这完全违背了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情绪 或许吧 绝地武士团要加强自己原力的能力 就是要做到这样 但对于此时深爱着妻子的安纳金来说 完全做不到 最后安纳金实在没辙 只能问尤达大师我到底要怎么做 尤达大师直接回答 这场对话 安纳金彻底对绝地武士团的求助 不抱任何希望了 而也就在这时 星级boy帕尔帕廷趁趁虚而入 用自己的权力指派安纳金拥有 绝地武士团长老会席位 这时候长老会当然不同意了 而且做出了给安纳金加入长老会 但却不给他头衔 间接性的小羞辱了安纳金 这也导致了安纳金觉得长老会不公平 之后更让人大跌野进的事情发生了 绝地武士团想让安纳金秘密去做卧底 随时汇报帕尔帕廷议长的一己愚动 这种暗地的政治手段居然出自堂堂的绝地武士团 曾经的绝地武士团 也已经彻底的沦为政治权掌的工具 因为绝地武士团成立之初的信念 是不加入任何政治立场 而此时的绝地武士团并没有追寻知识 他们追寻似乎是更大的权力 就像安纳金对欧比万后来说的 如果此时把绝地武士团和西迪二斯之间的较量 比作棋局 那么绝地武士团算是走了一步错棋 而帕尔帕廷又一次趁虚而入 想把安纳金拉入自己的阵营 他在和安纳金在戏院的谈话中 帕尔帕廷先抛出结论 他知道绝地长老会要安纳金做卧底 安纳金哑口无言 接着帕尔帕廷引出第二个论点 他说同样使用原力的不光有绝地武士 还有西斯 大家都是追求更强的原力为目的 只是追求的方式不一样 但安纳金依然对西斯的追求力量的方式不屑一顾 帕尔帕廷见状 峰回路转 换了一个方式让安纳金几乎不能拒绝 帕尔帕廷说出了黑暗原力无法无边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这一次安纳金终于上钩了 因为这样就能不担心自己妻子死掉救不了了 之后绝地长老会再一次排斥安纳金 不让他和欧比奥一起行动 那这个时候安纳金即使有再深沉的信仰 也会有所动摇的 更何况安纳金还要找到旧妻子的办法 当然当帕尔帕廷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是西蒂俄斯时 安纳金还是本能地拔出光剑以示对抗 并把帕尔帕廷交给了绝地武士团 在抓捕帕尔帕廷的行动中 云渡大师本来可以活捉帕尔帕廷 但却要在最最关键的时刻说要杀掉他 这导致了安纳金冲动的倒戈 偏向了帕尔帕廷一方 因为如果帕尔帕廷真的死了 也就意味着安纳金没有办法用黑暗原力复活自己的爱人 至此安纳金由光明面正式走向黑暗面 成为议长帕尔帕廷也就是西蒂俄斯的学徒 安纳金更名为达斯维达 安纳金由光明转向黑暗 很大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是绝地武士团的没守成规 以及他们的自负 我前面一直吐槽绝地武士团 亲手把安纳金送给黑暗面 并不是说剧本的剧情编写的不好 相反这样设定绝地武士团 想表达的是虽然性格决定命运 但外来因素的影响 也会对人生的转折有着重大的改变 影片的后半段 达斯维达和西蒂俄斯联手 利用复制人军团 几乎杀光了所有的绝地武士 就连年幼的绝地孩童 他们也不放过 经过一系列的清洗 西蒂俄斯成功夺权 执掌银河共和国和兵力 银河共和国也正式更名为银河帝国 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帝国军 而复制人军团也更名为帝国风暴兵 影片最后的一场关键对决 就是欧比网和达斯维达的师徒对决 两人在火山岩江下的挥舞 让人看得又热血又紧张 最后达斯维达被欧比网砍断了双脚 离别时师徒的对话 看着也让人心酸 女王后来也分娩死去 印证了当初阿纳金的预知梦 但女王的死并不是因为医学条件无法存活 而是她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之后女王生下了一男一女双胞胎 为了孩子的安危 成为陌生人是最好的方式 于是他们被分别藏了起来 他们的未来将继续叙血心战的传奇 达斯维达被砍断了双脚严重烧伤之后 戴上了黑暗面具 穿上了黑暗盔甲 他被西迪二思欺骗 说是达斯维达自己害死了女王 达斯维达这时候被憎恨和愤怒彻底笼罩 黑暗原力暴增 日后将成为不可一世的黑暗原力代表人物 所以说到底是因为安纳金黑化 让妻子绝望 导致她难产死亡 还是安纳金为了找到妻子复活的办法 让自己堕落到黑暗面 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 放在了影片的结尾还是挺有深意的 对于正式新战片来说 西四的复仇是《星战前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后面接着是1977年的《星球大战4》《新希望》 但两部电影之间 在影片的时间内有20年的间隔 在这20年的时间里 同样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后来《星战宇宙》就开发了外传电影 《侠盗一号》和《游侠索罗》 其中游侠索罗发生的故事 在西四的复仇十年后 我们先来简单聊聊这部电影 《游侠索罗》主要讲述的是 韩索罗的一段故事 他是《星球大战4》之后的一位重要角色 他不会原理是一名孤儿 乔治·卢卡斯评价韩索罗的为人是 韩索罗是一位奋事寄宿的孤独者 但他后来意识到 成为团队的一部分 并为共同利益提供报助 是非常重要的 韩索罗出生于幽灵的威胁那一年 他出生在一个叫克雷利亚的星球 之后成了一名飞行员 《游侠索罗》这部电影 从韩索罗被迫偷窃为生开始了解 他那时还有一位长得像龙妈的女友奇拉 某日索罗偷了一颗极具价值的核心素 想利用这个离开克雷利亚星 但就在出关时 奇拉被抓走 身无纷纷的索罗毫无退路 只能报名帝国海经学院 将来计划成为飞行员 再回到该星球解救奇拉 三年后 索罗因性格叛逆 成为帝国军的步兵到处作战 在某次作战中 巧遇了伪装成帝国兵的斯托军火巴克特 索罗决定加入他们逃离帝国军 顺便赚些钱重回克雷利亚星 在这过程中 索罗还遇上了他一生的好友丘巴卡 于是一段截道的冒险就此展开 他们抵达反倒一号星 截取了一段运送核心速的列车 但中途出现了云骑士团海盗半路打劫 最后两边发生冲突 结果霍梅抢刀 队员却死了两个 而更重要的是 这些核心速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为了交差给红色黎明组织 为了不被追杀 他们只能前往红色黎明舰艇赎罪 而就在那 索罗再次遇见了奇拉 原来奇拉在三年的时间里 绑上了红色黎明的高层沃斯 沃斯决定再给索罗他们一次机会将功补过 并派奇拉跟着去监视他们 接下来就是一场公路类型的冒险 索罗他们从蓝道纳借到了千年损耗 去采集矿区大闹一番拿到了原材料 之后躲过了帝国舰的阻拦 并逃出宇宙的引力井 跑到一个原始的精炼核心速的星球 正要交易给红色黎明时 海盗不期而遇 但海盗其实就是站反抗军一边的 他们都是被帝国军和红色黎明摧残的人 也就是这时 匹兹器实俗的韩索罗 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异军的正义 这也是索罗后面跟着异军异曲反抗的最初萌芽念头 因此在他们交易核心速的时候 剧情也一波三折 最后韩索罗戏弄了所有人拿到了核心速 还不得不痛心干掉巴克特 毕竟他们不是一路人 奇拉则杀掉了红色黎明的沃尔斯病夺权 还直接坐上了沃尔斯的位置 而奇拉接下来汇报的人 正是幽灵的威胁没有死绝的达斯莫尔 游侠索罗是2018年的作品 电影其实经历了幻岛事件并不顺利 原本这部《星战外传》在挖一个很大的坑 可惜事与愿违观众不买单 票房不好口碑不佳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官方高估了韩索罗的魅力 而且影片的主角并不是哈里森福特饰演的韩索罗 这也导致了口碑更加下滑 也正因为如此 《星战无限期》停掉了《星战外传》的所有开发 以前传言的OB-1 蓝道 波巴菲特的外传电影都暂时没有了 不过呢 最近迪斯尼加的曼达洛人 也算是《星战外传》的变相开发了 而且还挺转功的 《侠盗1号》的故事时间背景 放在了《星球大战4》新希望的前面 虽然是外传 但剧情相当精彩 甚至在很多评价中 印象好感度并不输给正式的《星战电影》 在克隆人战争以后 银河共和国瓦解 银河帝国建立 曾经支持共和国的人组成了异军 反抗着银河帝国的独裁统治 银河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极权和统一 正在研制致命武器死星 但研发死星的工程师盖伦恶索 起初以为死星只是用来战后 修复星球用的能源人造星 但后来发现自己是在研究毁灭性的武器 索性辞职不干 回老家陪妻育儿 于是帝国军的人还是追了上来 找到了盖伦恶索 帝国金绑架了盖伦恶索 并在错乱中杀掉了盖伦恶索的妻子 幸运的是他女儿 秦恶索逃脱 并被索格雷拉抚养 经历了母亲死亡父亲生死威婆的心 犯下了很多罪行 成了帝国的囚犯 另外盖伦被帝国绑架后 不得不继续远发死星 但他给死星做了一个致命的缺陷 可以轻易毁掉死星 他告诉了一个飞行员 让他传达给异军 帝国正在制造一个终极杀伤性武器 于是以秦为代表的各路人马 被异军集结起来 其中还包括我们的江爷和郑子丹 郑子丹是一位原力信仰者 之后义军各新联邦开会 最后没能达成统一 不支持去夺取死星的射击图 于是秦和卡西安尚未 自发组建的自杀突击队 命名为侠盗一号 前往放着死星射击图的帝国星球 义军知道他们貌似前往之后 也开始参与支援 如果说影片前面三分之一 让你感到杂乱无章 那后面的三分之一 足以力揽狂揽 在决战之时 每一位参与侠盗一号的成员 最后都壮烈牺牲 死星射击图可以说 是在众多无名的勇士生命 铺垫下拿到的 结果达斯维达的进攻 黑暗武士进行曲奏响 达斯维达伯爵挥舞着光剑 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 最后影片无缝连接了 星战正式三部曲的《新希望》 里亚公主定格在最后一个画面 拿到了死星的射击图 这种似乎完美连接和致敬的结尾 也算是安排的很有意义了 《新希望》的时间设定在克隆人战争后的20年 银河系区域战役不断 西迪二次皇帝依然在围剿异军的部队 在《外传侠盗》一号里 异军的丽亚公主 他们拿到了死星的射击图 但是却被达斯维达打散 机器人R2-D2储存着死星的资料 和C3PO逃到了塔图因星球 丽亚公主则被俘虏 之后R2-D2遇到了一名叫卢克的人 几经波折 卢克遇到了中老年的绝地武士 奥比网 他们开启了R2-D2的丽亚视频 这时奥比网告诉卢克 他的父亲是一位绝地武士 而且是被达斯维达杀害的 之后卢克和奥比网决定一起去欧德朗 但想要飞往外太空 必须先有一艘飞船 他们找到了专门走私的韩索罗 韩索罗见前眼开 答应和卢克他们前往奥德朗解救丽亚公主 以此同时 帝国军为了实现死星的威力 拿奥德朗作为了目标 死星瞬间让奥德朗在宇宙中消失 等索罗的飞船千年损耗 到达奥德朗时 星球已经不复存在了 死星则把千年损耗吸了进去 但靠着索罗的精灵古怪 和卢克伪装成风挖拼 把丽亚公主救了出来 并逃出了死星 欧比网和达斯维达则展开了一场光剑对决 了解前传三部曲的观众已经知道 这并不是欧比网和达斯维达的第一次交锋 最后欧比网中途期战 化身为原力 卢克他们带着死星设计图 前往亚文四号异军基地 于是他们开了一个死星解析大会 发现死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分配好任务以后 异军大部队开始编队 向正在前来的死星正面抗击 在激烈的太空大决战中 卢克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运用他的原力 在最关键的时间点炸毁了死星 异军取得了胜利 而当卢克运用原力时 达斯维达同时也用原力注意到了卢克 并惊讶于卢克运用原力的潜力 亚文的这次战役 改变了整个星战的变年史 在星战历史中 一般都会按照这次亚文战役 把星战时间分为BBY和ABY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公元前 公元后的定义 这也说明亚文战役 对星战系列是多么的重要 星球大战星希望在今天看来 虽然星希望的特效已经不是重头戏 但是星战里面的太空飞船和战舰的造型 一直到今天看起来都非常的现代 甚至这些武器的造型的设计 影响到了之后 现实中现代武器设计的研发 风暴兵的造型特别是501军团 由于在影片中闹出了设计不准 撞到门槛 行动有些笨拙 迅速圈奋 而达斯维达虽然看起来凶神恶善 但时不时在台词中 也会说出一些严肃的黑色幽默 让人对他的神秘身份着迷 李亚公子这个角色 在当时也表现了女性的独立和英勇的一面 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关注 影片中我们看到了 OB1和达斯维达一次短时间的光剑对决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 光剑对决并不是星战的主打戏 不过当年电影上映以后 粉丝不断的热捧和效仿 才让乔治·卢卡斯和电影公司 开始重视起来 从此光剑对决就成了 星战中的招牌大戏 新希望在1977年 给观众带来一切都是新的 这部电影也为此打开了 星球大战的宇宙大门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帝国反击战的时间背景 放在了新希望 雅文战役的三年后 乔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摧毁了死心 卢克·索罗成为了战功英雄 也正式加入了乔军联盟 帝国军也继续围剿乔军 而达斯维达在围剿时 也多了一个心思 他想找到那位 有着敏感原力的飞行员卢克 帝国军派出了大量的侦察机 地毯式的排查了每个星球 想找出乔军的基地 乔军此时躲在了一个被大雪覆盖的霍斯星球 但帝国军的侦察机 此时也到达了这颗星球 卢克前往侦察机的途中 不幸遇到了当地的万帕兵兽 被抓回了洞中 但他苏醒后 依靠自己的原力逃生 在大雪中看到了欧比旺的灵魂 指引他去找尤达大师 就在卢克昏迷之时 索罗出现救了卢克 之后他们一起回到了乔军基地 不久之后 帝国大军到达乔军的藏身处 双方交战 一军撤离了霍斯基地 达斯维达为了找到卢克 亲自来到霍斯 结果扑了一场空 在撤离的过程中 索罗和丽娅公主乘坐着千年损耗逃离 而卢克则前往欧比旺之前说的星球 想找到尤达大师把自己训练为绝地武士 卢克到达目的地之后 见到了尤达大师 但当时卢克还不知道 这位绿皮肤的小怪兽是何许人也 对他也并不是很友好 之后尤达大师的智慧渐显露出来 比如卢克说移动石头和飞机是两回事 尤达大师说 又比如卢克说我试一下 尤达大师说 这些都成为了尤达大师的经典语录 之前在西斯的副手 我有吐槽过绝地武士团和尤达大师 说尤达大师对安纳金说的道理太虚 但是在帝国反击战中 尤达大师对卢克说的话 又变得那么合情合理 或许可能尤达大师在洞穴中独自沉寺了多年 所以更能教导人心 在这之前 绝地武士团几乎是对黑暗原理闭口不谈的 但在这部电影中 尤达大师居然还让卢克进入充满黑暗原理的洞穴 去感受黑暗原理 也就在那里卢克感受到了达斯维达 与此同时逃出封锁线的千年损耗 飞往云中之城 索罗想去找好友兰道 让他提供帮助 但实际上达斯维达已经提前到场 并雇佣了包括波巴费特的赏金猎人 一起抓拿索罗他们 之后他们要把索罗凝动 此时索罗和丽娅两人也从开始的互相拆台 变成了互相的表白 索罗被凝动之后 卢克到达云中之城 终于遇到了达斯维达 整个新战系列最经典的一场光剑对决就此展开 这次光剑对决明显比上一部要得到更多的重视 而且两人之间的剑的招数也做了很多的编排 角色之间的情感累积也是层层叠加的 虽然在这场对决中我们能看到 卢克是被达斯维达碾压的 但还是能看到卢克在尽力的去抗争达斯维达 而达斯维达在打斗时也有些轻敌 造成了卢克看起来也有几分淫灭 打到最后卢克被达斯维达砍掉了右手 引始上最大的转折之一就此诞生 他为何一直要找卢克 达斯维达说出了真相 他想要卢克和他一起打造更强大的银河帝国 当年达斯维达的妻子 也就是女王 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男孩就是卢克 女孩就是丽亚公主 这个经典的反转桥段 被之后很多电影拿来致敬 也成为了影史最出乎意料的转折 当卢克得知达斯维达是他父亲时 三观崩溃的他跳下了天井 之后卢克运用原理呼唤丽亚 丽亚前去救下了卢克 卢克之后接上了机械的假手 在反抗军舰体上修身养息 帝国舰队擦肩而过 达斯维达依然不放弃对卢克的教唆 吸引卢克往黑暗原理的方向来 双方的战役告一段落 帝国反击战这部电影 可以说是影史上最成功的续作了 彻底把观众从路人变成了新战迷 帝国反击战的故事线 也比新希望的线索还要多 而且一环扣一环 故事节奏和紧张感也要翻倍 去的星球和冒险也五花八门 如果想要入坑新战 帝国反击战是最值得收藏 和一刷再刷的一部 绝地归来的时间背景 放在了帝国反击战的次年 时间间隔非常短 在上一部索罗被凝动 送去贺德人甲巴的宫殿 伪装成闪金猎人的莉亚公主 成功潜入宫殿 半夜的时候她把索罗解冻 打算把她带出宫殿 但一切都是贾巴的阴谋 她重新把莉亚公主和索罗抓住 把解冻的索罗重新关了起来 这时候卢克以绝地武士的身份赶到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 最终还是被贾巴的人抓到 贾巴他们决定用最古老的方式 把卢克他们扔进库卡恩洞穴 而卢克在最后的关头 接到阿图地图扔出的光剑 于是大家一起造反 成功逃出塔图阴星球 卢克解冻完莉亚以后 重新回到犹达大师那 想要他出山 但犹达大师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时间 没办法再战斗 交代了几句 告诉卢克他父亲的真相 就化身为原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 犹达大师最后对卢克说 你们家族的人对于原力都很有天分 把你所学传于后世 这句话也引出了之后 《星战后传》的三部曲 也就是《星战七八九》的内容 犹达大师消失后 欧比旺这时候出来语言他之前说的谎了 他在星星旺的时候 他就说达斯维达杀了卢克的父亲 奥比旺现在的解释就是 化身黑暗的达斯维达 并不是你的父亲 同理都政呢 还是达斯维达杀了你的父亲 当然了这段话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点 就是丽亚公主 就是卢克的孪生妹妹 不过大家一直看下去的话 应该已经知道了 另一方面 帝国正在建造第二个死心 义军当然也在计划摧毁正在建造的死心 但义军的一切计划 都被西迪俄斯玩弄于鼓掌之间 为了摧毁死心 索罗他们一起进入了恩多 要事先摧毁护盾卫星 好让太空的义军摧毁死心 在陆地上 他们和帝国军展开了一场火拼 中途还邂逅了可爱的伊沃克人 也称为星战太帝兄 之后他们联合一起炸毁了护盾卫星 等于让太空上的义军随意轰炸死心 卢克方面再一次遇到了自己的父亲达斯韦达 达斯韦达带着卢克去见西迪俄斯 想要卢克加入黑暗面 经过一番思想优惑之后 卢克终于愤怒了 再一次和达斯韦达进行了光剑对决 这一次的父子之战 依然能让观众看到角色的情绪 以及他们之间不断升温的父子情 卢克最后砍掉了父亲的手 怎么光剑觉得我那么喜欢砍手呢 最后关头西迪俄斯想引诱卢克进入黑暗面 卢克用他强大的意志力 拒绝了诱惑 西迪俄斯见状 转脸就用黑暗力量想要干掉卢克 在一旁的达斯韦达虽然看不到他的五官 但通过镜头的巧妙运用 我们可以感觉到达斯韦达内心的痛苦挣扎 最终达斯韦达内心仅存的善良战胜了黑暗面 他把西迪俄斯直接扔下深渊 而自己吸收了所有西迪俄斯的能量奄奄一息 卢克带着自己的父亲想逃离这里 但达斯韦达最终没能熬过去 他让卢克摘下自己面具的那一刻 是整个星战系列最让人动容的一幕 如果从头到尾了解安娜金一生的观众 就知道这个人物是有多悲情 因此达斯韦达也成为了影史上最让人同情的反派 至此西迪俄斯死了 从星战球的预告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死透 但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就当卢克和异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吧 帝国军至此全面陷落 很多星球被解放 整个星际重新组成新银河共和国 卢克最后把父亲火化 达斯韦达最后回到了安娜金的灵魂化身为原力 和欧比王尤达大师在一起 绝对归来作为星战正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给星战重要的历史转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而也衍生出了前传和后传的三部曲 星战历史也从新希望帝国反击战 绝对归来这三部曲中得到灵感 从而日后扩展了更多星战的故事和人物 从星球大战7原力结醒开始 是全新的星战系列 也是卢卡斯影业被迪士尼收购以后 重新编写的星战故事 这个系列的时间线 放在了星球大战6绝对归来的30年后 讲述了安娜金天行者家族的第三代故事 由于星战系列6和7间隔了30年 其实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原力觉醒设定时间间隔如此之大 其实就是想将来留下更多的坑 来慢慢丰富后续的星战系列 由于电影时间背景相差较远 再次不得不先聊下 星战后传三部曲的历史背景 在星球大战6绝对归来 达斯维达和西迪二斯同归一境之后 并不是干掉boss就能得到最终大胜利的 其实后续发生了帝国军和义军之间 大大小小的战役 才换来了新共和国的成立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库战役 战争的地点自然就放在了甲库星球 在原理觉醒中 女主雷一出场的星球就是甲库 甲库也叫做星际坟场 雷一靠着当年战争留下来的残骸 捡一些零配件来换取粮食过活 在帝国的终结小说里 西迪二斯死掉后 帝国军实施了应急的计划 启动了灰烬行动 对异军发起了总攻 甲库就是预定的主战场之一 选择甲库星球 因为它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地理位置 因为处于共和国星际管辖边缘 可以让帝国军高管制定一整套的安全路线 不过最后还是以帝国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告终 第一轨道战中帝国军最后一艘截裂者号 就是在战役中坠毁落到甲库 原理结群中的雷一石荒的那个战舰 或许正是截裂者号 帝国军之后节节败退 残余的帝国势力 把他们最后的军舰和一些军事机密 一起带到了异军找不到的星系 重组了一个名为第一秩序的军团 而另一个神秘大反派斯诺克登场 从他的眼睛来看 他并不是西斯 但却精通于黑暗原理 而且好像有着严重的骨质疏松症 样貌十分丑陋 第一秩序军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养精蓄锐 慢慢扩建自己的军队 准备东山再起 义军那边在取得重大胜利以后 进行了改组 银河帝国正式更名为新共和国 银河议会也得到了重新的恢复 此时的新共和国以为和平盛事已经来临 开始大量的裁军 而这时第一秩序突然以全新的样貌邪恶出现 新共和国一下子不知所措 在这期间 第一秩序屡次挑逗新共和国 进犯中立新系 而新共和国却采取了绥靖政策 当时第一秩序出现后 雷亚公主立刻组织起了地下抵抗军 但新共和国却不待见雷亚 把她视为好战分子 但对于她组建的抵抗军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之前新战系列主角卢克则消失不见 隐居在了一个大家都找不到的星球 于是在这个新战新的背景下 存在着三方大势力 分别是新共和国 第一秩序 以及地下抵抗军 原力觉醒的剧情就在这样庞大的背景上展开的 影片一开始是抵抗军拿到了关于卢克隐居的地图 因此第一秩序军团追杀到了贾库星 抵抗军的一名飞行员波达猛龙被抓捕 而地图则放在了机器人BBA的体内 这一幕新战老粉看了很出息 因为和新战司新希望的开头很类似 之后BBA在混乱中逃亡 后来和雷一相遇 第一秩序军队的风暴兵屠杀了一个村庄时 一名名叫FM2187的风暴兵芬恩良心发现准备叛逃 在此过程中芬恩还帮助了囚禁的波一起逃走 在逃离第一秩序军团封锁线的时候 他们的战机受损 不得不重新又降落回贾库星 坠落的时候飞船爆炸 芬恩以为波阵亡自行离开 在途中芬恩邂逅了雷一 而雷一之前认识了带着神秘地图的BBA 此时第一秩序军团追击过来 他们则意外的乘坐停在那的千年损号逃离了贾库 逃避了追捕 雷一他们逃到太空之后 被索罗的货船发现 索罗重新拿回自己的千年损号激动万分 而雷一他们因为生活在贾库 听说过以前帝国和裕军之间索罗的事迹 把索罗视为英雄 同时也对原力好奇万分 经过BBA的地图分享 他们决定先去塔克达那星的一个太空休息站 会见索罗的老朋友马茨卡纳 在这个星球上 雷一发现自己对原力特别敏感 而且还发现了卢克的光剑 雷一这时候产生了幻觉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并不是贾库本地人 而是孩童时期被留在贾库的 但影片只是留下了一个悬念 并没有更多的阐述雷的身份 而这时 马茨卡纳对雷一说 他和这把光剑的拥有者有缘 让他戴上这把光剑 不久第一志趣正式向新共和国宣战 并操作了他们新的终极武器 叫弑星者基地 他和死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不是一个人造卫星 而是一个冰层星球改造的终极武器 好吧他和死星没什么两样 第一志趣利用弑星者基地 射出了巨大红色光束 同时间摧毁了好几颗 新共和国管理的星球和舰队 与此同时 第一志趣的部队 也到达了雷一所在的星球 要抓捕雷一他们 投向黑暗面的凯洛伦 也在这支抓捕小队中 凯洛伦是韩索罗和丽雅的儿子 在凯洛伦出生之后 凯洛伦加入了 卢克组建的新决定武士团 但随后凯洛伦叛变 转额头向黑暗面 并把他的外公也就是达斯维达 作为学习的榜样 就在第一志趣军团 抓拿雷一他们的时候 抵抗军的战机前来之远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抗 但遗憾的是 凯洛伦还是抓住了雷一 然后先行撤退 局部战役之后 索罗和丽雅公主终于重新见面 他们准备计划进攻 第一志趣的世心者基地 然后说服自己的儿子凯洛伦 回归正道 同时也解救雷一 与此同时 凯洛伦本想用自己的黑暗原力 入侵雷一的脑子拿到地图 但反过来却把雷一的原力唤醒 雷一和凯洛伦之间进行了原力对决 让凯洛伦很差异 事后雷一成功使用原力解锁并逃脱 不久之后 索罗他们到达世心者 偷偷潜入敌方 准备理应外合 让抵洛伦摧毁世心者基地 影片这时也到了最虐心的时刻 索罗和凯洛伦父子见面 韩索罗想用自己的真情打动凯洛伦 但是事已愿违 凯洛伦残忍地杀掉了自己的父亲 曾经陪伴我们多部星战作品的传奇人物韩索罗 就此告别了我们 影片最后 抵抗军摧毁了世心者基地 挫败了第一秩序 雷一前往卢克所隐藏的星球 并找到了卢克 真正的精彩才刚开始 《星战》系列时隔30年 《原理觉醒》当年上映时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还拿到了非常傲人的票房成绩 当然了 很多人说《原理觉醒》的叙事结构 和《星战4》新希望太相似了 但或许对于《星战》系列来说 这是一种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 后传这三部曲重新反普归真 用了大量的真实道具打造 让影片更具真实感 少了前传三部曲的三维CGI感 而这次的后传三部曲系列 虽然核心依然围绕着 卢克和里亚天行者家族展开 但我们也能看到影片的焦点 更多放在了 无背景身份的雷伊身上 后传三部曲的每一部 也开始慢慢为将来 更广大的《星战》世界铺路 最后的绝地无视 时间背景紧接着原理结醒 斯诺克为首的第一秩序 继续围剿里亚为首的抵抗军 而新共和国依然毫无存在感 继续得过切过 影片一开始第一秩序发现了 抵抗军正在搬家的老巢 为此展开了猛烈的轰击 还派出了重量级的无尾舰 此时搬完家的抵抗军 正要撤退时 好战的波则利用这个机会 炸掉了无尾舰 但这也牺牲了抵抗军的多艘战机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丽亚公主事后对波的好战很生计 降了波的军衔 第一秩序则使用了最新的追踪技术 追击到了时空跳跃的抵抗军总舰 并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而此时凯洛伦为了表示自己对斯诺克的忠诚 亲自上阵想要击溃抵抗军 正在凯洛伦要开炮时 他用原理感知到了他的母亲 丽亚也在舰艇上 凯洛伦游移时 后方的战机率先开炮 打中了丽亚的指挥中心 丽亚被抛向宇宙中 想当年这部电影上映时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影迷都很揪心 因为在现实中饰演丽亚的演员 加厉废雪在新战8上映前夕逝时 而随后影片中的丽亚公主却活了下来 丽亚公主在宇宙间利用自己的原力 把自己推回到战舰内 这也算是现实和影片中的一个反转吧 与此同时雷伊找到了卢克 并把曾经伴随卢克南征北战的光剑递给他 结果卢克甩手就给扔了 卢克已经隐居多年 不再愿意为星际间的纷争而战斗 而当卢克登上充满回忆的千年损失 再次见到R2D2时 更重要的是R2D2播放了当年丽亚公主需要救援的全息丞相时 卢克也终于心软了 这一波怀旧的操作彻底感化了卢克 于是卢克决定训练雷伊 我们从卢克对雷伊的绝地武士训练中 也首次了解了原力的解释 简单来说 原力就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平衡 不光只是存在于绝地武士和西斯身上 在训练期间 雷伊还和凯罗伦不断进行了宇宙的Facetime 雷伊试图想用讲道理来让凯罗伦改邪归正 抵抗军那边继续被第一秩序追着打 唯一甩掉第一秩序的办法 就是去到他们的舰艇把追踪器关掉 但这时必须要有会解码的大师帮助 于是芬恩决定去赌场星球找到解码大师 之后芬恩他们在赌场认识了一位 自称是解码高手的口吃DJ 他们经过一番波折后逃出生天 往第一秩序总舰方向赶去 此时雷伊已经从卢克身上得到了很多原力的训练 并从卢克口中得知 当年凯罗伦也是卢克的得意门生 但因为被斯诺克黑暗原力的吸引 最终转为投向黑暗原力 而雷伊在偷偷和凯罗伦宇宙Facetime时 却看到了当年事情的另一面 原来当年是卢克发现凯罗伦的黑暗原力后 刘克想要把即将黑化的凯罗伦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卢克在一个夜黑风高之时起了杀星 结果被凯罗伦发现并还击烧了绝地圣殿 从此完全投靠到斯诺克和黑暗原力的怀抱 一起罗生文讲述之后 罗伊自然更靠近当年事件的真相 原来当年卢克确实起了杀星 但最终下不去手 而当时拿着光剑的卢克被凯罗伦发现 并错认为卢克已经下定决心要杀了自己 所以凯罗伦才拿起光剑反击 凯罗伦从此也对卢克彻底绝望 转而决心一路黑到底 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的念头 一错再错产生的 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斯诺克 知道真相的雷伊决定离开卢克 去找凯罗伦 卢克这边则决定烧掉绝地圣殿 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做绝地导师 而这时犹大大师原力灵魂出现 继续教导卢克要不忘初心 芬恩这边成功侵入第一支驱母舰 并打算撤掉追踪器 让抵抗军舰队逃脱 但反转的是 芬恩和波德破坏追踪器的任务失败 雷伊这边也终于和凯罗伦见面 凯罗伦带着雷伊到斯诺克面前 斯诺克利用原力知道了卢克的所在地 就在雷伊要被凯罗伦斩首的时候 凯罗伦反水 腰斩了斯诺克 雷伊以为凯罗伦终于弃暗投明了 结果凯罗伦只是想自己做Boss 他想成为第一秩序的领袖 这时雷伊也不得不和凯罗伦分道扬镳 抵抗军这边放弃了母舰 逃到了曾经异军的原始基地 准备给各个联军星球发出求救同盟信号 而此时第一秩序军团和凯罗伦也跟着过来 想消灭掉抵抗军最后的新兴之火 而这时卢克也出现了 瞬间燃起了抵抗军的斗志 卢克的出现 愤怒的凯罗伦下船要和卢克单挑 虽说这场光剑对决不是最经典的 而且还被观众吐槽太短 但气氛渲染还是非常到位的 最后卢克像当年欧比网一样欺战 任由凯罗伦处置 而其实卢克的真身一直都在岛上没有出来 卢克只是用原力分身到了抵抗军这边 目的是给抵抗军撤退的时间 而雷伊也从中协助了抵抗军的撤队 并和丽亚分恩他们会合 卢克因为原力消耗太大 最终在两个太阳的夕阳中化身为原力 岛上的两个太阳正如当年20岁卢克 准备离开星球冒险星际宇宙一样 最后的绝地武士故事线铺得很长 有三条主线并行 坦白讲这部电影如果你不是星战迷 观影门槛会有些高 但对于大部分的星战迷来说 这部电影将会是一部充满情怀的礼物 片中不仅出现了优大大师 还有R2D2的情怀 还解释了原力 剧情充满了戏剧反转 卢克的离去养人伤感 而丽亚公主反而流到最后养人意外 毕竟现实中的丽亚已经离开人世 而影片最后卢克那句 我并不是最后的绝地武士 抵抗战争才刚刚开始 更把所有的吸引力 引向了星战天行者传奇 九部曲的最终章 也就是星球大战九 天行者崛起 很多人问我为何不做星战九的预告解析 因为呢 在此前星战九不小心剧本被泄露 还导致了不小的混乱 所以就让我们期待这部电影就好了 到时候观影时多一些惊喜 也不是坏事 我们从星战八的结尾赌场 星球小男孩用原力拿起扫把就能看出 星战系列的故事远不止以此 所以我也相信星战九到时候会做到 一个传奇到下一个传奇的 成前起后的作用 而星球大战九天行者崛起这个名字 更说明了天行者传奇 会续写到下一个新的篇章 为之后星战系列 不管是电影或者剧集 都能有更好的连接性和观众缘 导演JJ的回归 也让这部星战九增加了更多独特的魅力 毕竟JJ的另一个别名就是 瓦坑大王 所以也不难猜测 虽然星球大战九会是 星战天行者传奇的最终章 但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让星战宇宙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好 星球大战全系列第一到第八 外加两部外传作品的回顾和解析 今天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还意犹未尽 还可以出门左转观看我两年前分期做的 星战深度解析系列 尤其是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万字解析那一期 是从角色角度去分析的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点赞转发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原创动力 等星球大战就上映时 我会尽快为大家解析 最后 ke冬星达客 永远 使命 不 B 感谢观看